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微软Copie的多模语言模型 它提供以站式服务 你可以从网页手机APP 就能够生成文字 影像甚至是音乐 真的很方便哦 以往我们要生成文字 影像音乐 通常都需要到不同的网站 注册账号 再登录不同的云端服务 现在呢 都可以在Copie的面一次完成 相信这也会是未来AI的发展方向 Copie的它其实已经成为 Windows 11 还有未来Windows 12的标准配备 最新的电脑键盘上 也将会发现有Copie的专属的按键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到底Copie的有哪些特色 值得推荐给大家 首先第一个 它已经不在局限 只能透过微软的Edge浏览器来使用 不论你现在是使用Chrome 还是Firefars 或者Safari 你只要打开浏览器 或安装App之后 就能够使用它 不过我自己实际测试之后还是发现 使用微软的Edge 你才可以有更大的AI使用的顺序 还有更短的反应时间 第二个呢 你可以在Copie的里面使用ChartGPT-4的版本 还有做即时的网路资料查询 这个在OpenAI的部分都是属于付费功能 你才可以使用得到的 此外呢 它也有创意、平衡和精确的三种回应的模式 你甚至可以直接用语音的方式 跟AI做互动问答 就不用再辛苦打字了 那如果你是使用Edge浏览器的话 你还可以在它的右侧 看到跟ChartGPT付费功能一样 你可以选择外挂程式 虽然目前它的外挂程式不多 而且每次交谈 最多只能选择三个外挂程式 但是相信这些外挂 日后只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好用 此外呢 第三点 你也可以在Copie的里面上传图片来进行分析 它很类似Google智慧镜头的功能 所以你只要透过下面这个按钮 就可以把图片上传上去 那再透过AI来提问这个图片相关的内容 不过我在实际测试的时候 常常会发现就是 虽然它已经分析完了 但是你可能会看到下面这样的讯息 告诉你说它可能没有办法完成 所以如果有出现这样状态 你可以再问它 实际分析之后的结果 是不是有正确已经查到了 那第四个呢 我们甚至可以在Copie的里面 直接透过Beam Image Creator来生成图片 目前Beam Image Creator 应该是很多这个AI生成服务里面 中文语解能力算是最好的 那它生成的图片也相当的不错 每天呢 你都会有25点这个加强型的生成点数 其实如果你是使用微软的Edge 使用它的App 通常这个点数还会再多给你 那用完之后其实图片还是可以生成的 只是生成的速度相对比较慢一点 例如你看到我下面这边 我用这个Promote 请它帮我用海滩的物品组合成一个海豚 它就可以透过Beam Image Creator 帮我生成下面这个图档 另外呢你也可以透过上传照片 请它分析之后 然后我们再请它生成一张图片 那这些图片呢都会保留在Beam Image Creator里面 你可以重新再找到它 也可以看到它当初的提示词 最后呢我们来看 Copilot里面还可以使用Suno 来生成一到两分钟的完整歌曲 中文的部分也没问题哦 如果你曾经记得之前 黄仁君在台湾的公开演讲里面 有即兴的请AI生成一首歌曲 让大家一起跟着唱 那么你就可以利用Copilot来玩玩看 例如我在这边 请它帮我生成一首圣诞节的应景歌曲 它不只帮我把歌词产生好了 也帮我生成了这样的歌曲 所以真的很厉害吧 那我们再往下看一下 我再请它帮我生成一首跨年的中文歌曲 而且有指定抒情的风格 一样 它也帮我们像这样生成了这一首歌 是不是真的很厉害呢 好那当然Copilot也有些使用的限制 比如说目前病的AI 它就是限制在30个来回 那如果呢对于一些敏感的话题 或者它无法做出回应的时候 它也会建议换个话题 还有呢 微软就是很喜欢在自家产品上 优化它的使用经验 所以还是比较建议大家 用微软的H浏览器 或者是安装它的APP 不然的话 你在使用这个Copilot的时候 很多就会卡关 甚至完全没有回应 下面这一张呢 就是我在使用Chrome的时候 它就直接这样卡关了 대停 装